两父子在户外发现一台罕见的稻奇B3皮卡 从车身上外露的袖斑不难看出 这辆稻奇皮卡荒废的年头绝对不短 车厢的石木地板也早已经腐蚀 不过唯一算幸运的是 整车的外观件并未有太大的损伤 这让的卡尔两父子顿时欣喜不已 另外这军绿色的车漆 深受卡尔的喜爱 两父子当即决定将这台稻奇皮卡收入囊中 于是卡尔两人当即回家 便将拖车给开了过来 现在要做的就是 如何将这辆稻奇皮卡给拖出来 但在此之前 卡尔还需检查机舱内的发动机状况 机舱内为一台直列六缸发动机 见橙色还算不错 卡尔才将机盖给重新盖回去 随后就是驾驶室的查看 只见驾驶室内如外观一般 也都是同样秀迹斑斑 但好在驾驶室内 并未有太多缺失的东西 这让卡尔两父子也是越看越喜欢 可能这里很多宝子对这台稻奇B3不是很了解 当年稻奇B3 可是能将福特F100按在地上摩擦的存在 无论是装载能力 还是产品的优势 都要远远优于福特F100 待查看完整车的具体状况后 就该为装车做准备了 将板车放置好位置 两人便开始安装牵引装置 接着再将挡位切换至空挡状态 做完这一切的前期准备工作后 两人便开始控制脚盘开始牵引 这里也能看到 这辆稻奇B3的车胎早已破裂 但在脚盘的发力下 稻奇B3的车身还是缓缓地动了起来 两人没费啥太多的功夫 就将稻奇P卡给拉上了板车 随后就可以开启返程之旅了 准备将其拖回车间进行整备 回到车间的第一时间 卡尔便驾驶着插车 将逃回的稻奇B3给送入车间 而这辆稻奇B3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完成属于它的升级 这里首先得确定机舱内的发动机 是否被卡死还能运转 于是两人便将机盖给拆了下来 只见机舱内早已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当查看粮油尺时 发现机油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 另外还在火花塞的周围 发现了一些截锐的排泄物 同时机舱内的管道线束老化也极为严重 大致查看后 两父子便开始清理机舱内的灰尘 待将灰尘清理干净后 就可以拆除火花塞了 拆下的火花塞同样略带锈石 显然需要后期略做处理才能再次使用 接着卡尔又给气缸内加入了适量的油水 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这样就能在接下来的尝试启动中 不至于让干燥的活塞黄滑伤器钢壁 当将电瓶连接上后 机舱内的发动机便运转一起 显然发动机在荒废的这些年里并被卡死 并且里面的压缩也远超两年的预期 这对于卡尔两父子而言 算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了 但这还远远不能让发动机启动起来 还要检查分电器是否有损坏 待确定分电器无故障后 卡尔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尝试 这里主要是查看是否有火花产生 现有火花产生后 就将拆下的火花塞略微打磨了一番 随后就全部安装了回去 当再次尝试启动时 卡尔的父亲则将手里的燃油 吞入到化油器里 在这样的不断尝试之后 两父子很快便将机舱内的发动机 给成功启动了起来 并且发动机运转的还极为稳定 这是两父子从未想象到的 随后卡尔再次返回驾驶身 开始加大油门的力量 机舱内的发动机也开始同效起 见发动机能正常运转 两父子才心满意图地将骨吸掉 余下的工作就是检查变速箱 还有离合器踏板 这里能看到离合器踏板完全没有张力 这就导致不能流畅地进行挡位的切换 于是两人只好将其打上举生机 看能否找到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底盘下的缺点也显现了出来 只见嗅使也同样极为严重 并且还有漏油的迹象 为了能弄清离合器的状况 两人便将飞轮的护盖拆了下来 然后再给离合器喷上润滑剂 又对其进行了一番加热 随后才开始检修离合器 最终两人折腾小半天 才将离合器的问题解决 当再次将发动机启动后 随着挡位的切换 后轮开始缓缓地转动进来 但在这期间 卡尔却发现制动系统好像出了问题 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两父子便将车胎给拆了下来 这里主要是检修刹车软管 与刹车分泵和刹车线等等 其中由于各类部件老化严重 两父子只能逃了一些全新件 来进行更换 当将这些新的配件更换上后 很快便将制动系统的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可以添加新的油水了 同时卡尔还重建了新的油路 当做完这一切后 卡尔便迫不及待地将车开出了车间 这里可不是上路体验驾驶感受 而是准备将车拖到另一个地方进行升级 主要是对车辆的外观进行设计改造 为接下来不久的圣诞节做准备 因为卡尔到时候准备驾驶这辆到期B3进行游行 所以才将车拖到此处来进行守绘 简单与设计师交流沟通后 设计师便立即开始设计车身图案 待将车身的图案设计完成 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确定图案大小无误差后 就可以用婴儿爽身份来进行标记 这样车门的图案就有了大致的轮廓了 设计师就可以以此图案来进行守绘 这里的原理其实有点和纹身类似 而整体的守绘主题则是以格林奇为主 这里可能有的宝子会有疑问 为什么不整车重新喷漆 其实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再一点就是在老美的审美中 这种绿铜金属破旧风 是一种在当地很受欢迎的老爷车艺术 最终设计师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才完成了整个车身的守绘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守绘的成品如何 还别说有了守绘的加持后 整车的气质立即得到了提升 宛如一件艺术珍品一般 然而到这升级还远未结束 卡尔又将到其B3拖到了另一家 排气管道定制升级工作室内 这里可不是按照原车排气来进行升级 而是准备定制一款会喷火的排气管道 并且排气管道位置 也不是单一的底盘下方 而是定在了引擎盖的顶端 确定排气管道的设计方案后 几人便立即开始行动起来 将切割好的管道进行塑形处理 随后再将塑形好的管道做焊接 这里为了能合法取得路权 还是在底盘下焊接了一根排气管道 接下来就是安装引擎盖的排气管道 当将这根特殊的管道焊接后 卡尔却认为引擎盖的排气管道太小了 于是便准备再次改动一番 画好需要切割的位置 就可以将多余的部位给切割掉了 另外要想排气管道达到喷火的效果 还需要给排气管道内加装两颗火花塞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点火点 为了使两颗火花塞更加牢固 卡尔更是直接将气焊接了上去 而另一端的点火开关 也是直接固定在了防火墙上 这样就能在车辆行驶时 随时实施点火系统的开盒了 另外还需要单独预留一个燃油箱 与一个高压燃油泵 以此来给排气管道内的火焰 提供燃油供应 同时老化的车胎也没必要存在了 卡尔则是直接将气拆了下来 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大号轮毂 两父子分工明确 合力将新的轮毂给装了上去 接着就是处理车厢腐烂的木板 由于这些木板腐蚀严重 所以拆卸起来也是极为轻松 两人很快便将车厢拆了得干净 随后就是新木板的测量切割 为了延长车厢木板的使用寿命 卡尔还特意给切割好的木板 做了简单的上漆处理 其实这里要是做碳化处理的话 想来效果应该会更完美一些 待木板的漆面亮干后 就可以将木板一一安装上车了 由于有原车的固定饰调 所以在安装时也未遇到太大的难题 很快就完成了车厢的改造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稻齐B3的最终成品 随着启动钥匙的拧动 前大灯立即就亮了起来 同时基盖上也喷出了大量的灯 这里不得不承认老外是真的灰 并且这辆稻齐B3 还具有能够正常上路行驶的路径 这实在让屏幕前的稳到 不得不为之感到惋惜 只希望我们也能在不久之后 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汽车文化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也都绝对是人群中的焦点 无论是稻齐B3的经典外观 还是卡尔在车身上的改装升级 让得这台稻齐B3 成为了场中的独一无二的动作 好了今天这辆稻齐B3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宝子对这种绿铺金属风的设计 你们还满意吗 咱们评论区见